宇宙中最浪漫的东西 大概就是宇宙本身了 而迄今为止 人类所能给这个浪漫之物 做过的最浪漫的事情 我觉得当属詹姆斯韦伯太空万金 然而这个浪漫贵得有点离谱啊 目前的加码是 一后面跟着十个零 一百亿还是美元 还不算后面 还有长达数年的运营开支啊 所以就有很多人质疑嘛 这么多钱花出去 它到底值不值得呢 也对啊 值不值 那咱得看结果呗 好了 第一批五张韦伯派出的结果 一放出来呢 立刻就炸锅了 在普通人的眼里面 这就是NASA当冤大头的实锤了嘛 简直太不值了 在这些照片里面呢 有的看起来平平无奇 有的看起来 只不过是哈勃的高分辨率版本 甚至还有一张啊 根本连好看都谈不上嘛 顶多算是美工做的 比较认真的图表而已 但真的是这样吗 有人说不啊 并且还做了一个 长达14分钟的视频来说不 他就是最近在 bilibili和中科院网络中心 联合发起的 隔制科学传播奖中 获得了年度前沿 科学视频奖项的 银游士人记得 他在获奖作品 花了100亿美金的尾部 为什么首发这五张照片中 将浪漫和理性完美融合 真的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如诗歌一般 把韦伯的故事唯唯道来 14分钟看完 我觉得连我都对韦伯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记得的视频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那张原本平淡的 SMACS0723星系团的照片呢 原来正在讲述着46亿年前 这片在南半球的天空上 看起来只有一个像素点 大小的地方 无数大如银河系的星系之间呢 发生的互动的故事 当然那会儿呢 还没有所谓的南半球啊 因为那个时候太阳系都才刚刚形成呢 而天空那么大 为什么NASA偏偏要先选这张照片 为星王尾部加冕呢 注意看这里 这里 这里 照片中这些扭曲拉长的光影 它们都只像一点 SMACS0723星系团 形成了一块巨大的引力透镜 正是有了它 我们才能看到那些原本 可能根本就看不见的 更加遥远的星系了 通过光谱分析啊 它们其中的一些 甚至远在131亿光年以外 已经非常接近于宇宙的边缘 换句话说就是宇宙的起始了 于是这张照片 就蕴藏了能够帮我们 揭开宇宙诞生谜题的钥匙 你说它重不重要 值不值得花上重金呢 当然另外4张照片 记得也将它们诠释的精彩分成 拥有5名群成员的 斯蒂芬五重咒 实际上应该只算4个才对啊 左上角的那一个呢 纯粹就是被观测条件不太好的 早期人类给硬拽进来的吃瓜群众了 它距离我们的位置 比另外4个近了7倍还多 而剩下的那4个星星呢 则像是被关进了斗兽场里面 互相撕咬 通过观察它们 可以让我们对星系演化的基本过程 和基本结构有更深入的了解 对准南环星云 维波可以帮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 恒星的终结过程 还有这张宇宙悬崖 维波用它锐利的眼睛看透尘埃 将最早最快的一批恒星形成的阶段 清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最后是这张可以找人的照片啦 系外行星WASP-96b的光谱图 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呢 它炙热又蓬松 但是维波却精确地捕捉到了 它那些水云雾矮等等 可能有生命存在的重要特征了 人类在宇宙中是否孤独的这个疑问 也许韦伯能够最早帮我们回答上 以上便是仰望星空的意义了 是你无法用金钱和时间去衡量的意义 是终极的浪漫和没有尽头的失忆 评论区里面有一段金句 特别的到位 他说不要觉得没有啥用 当初牛顿搞出微积分 英国的农民也是觉得 还不如两斤土豆嘛 我们总要有人仰望星空 你看这视频里外相互呼应插出了火花 氛围一下子就到位了 当然除了基德这条 这次《格子科学传播讲》里面的 其他几个获奖作品也都奇怪又有趣 比方说在年度鉴定视频里面 胡主任无穷小亮去鉴定了很多网友 at他的大连深夜里面出没的水猴子 结果他又是追根溯源 又是线下联动 最后果然验证了他提出来的科学猜想 这就是一个想要通过爬行疗法缓解腰椎肩盘突出的害羞大爷而已嘛 还比方说在年度创意视频里面 花小闹用动画来告诉我们 要是输液的时候气泡进了血管里面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呢 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嘛 不得不说 当高大上的中科院遇到了接地气的哔哩哔哩 还真的就把有气有料的好东西给碰撞出来了 《格子科学传播讲》会以每年为周期持续的进行 当然也会每年给我们制造一些特别的惊喜 比方说今年又有什么前沿的科学我还没有了解到 比方说又有哪个脑洞打开的生活百科我能拿来就用啊 还比方说看那些花式谣言如何倒在科学的铁拳之下 实话告诉你我都开始期待了